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了吗 当然不知道 就有一天聚会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好巧我们今天又是同一款香水 当时我就想说 哎不错哦 这个男生有点东西 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讲一下画家子 男生的学二点 像这样爱情就来了吗 证实之后呢我男朋友来介绍走 啊要感谢范丁的静静香水让我们在一起 他呢虽然说是一款男生香水 但是我觉得他是不限静 连男女都是可以用的 他的成调呢是比较阳光的橙花香 就会给人那种很温暖的熟悉感 让我上头去他的中头道 加入的风信子盛大物货 整个呢就是一个 风信与性感的完美结合 就像一个身材 好像超级棒的帅哥 跟着微型的海风上一走来 但这种呢要传要约 上传一个真的是太大不能 玩中信香水的姐妹就可以买 过来跟男朋友一起用 你们有没有觉得呢 就是跟男朋友共用一瓶香水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就是她的身上有我的味道 我的身上有她的味道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然后呢就算说是不在一起啦 或者是你们异地啊 他闻到这个香水味 还是会想起你的 既然你小心机 我们还是可以拿捏住的 跟男朋友戴琴呢 也有个大半年了 我自己是觉得呢 谈恋爱是真的需要新鲜感 不过对方呢 从刚认识到热恋平淡性 每天都是小奶狗 我们女人也是会腻的好吗 偶尔呢也想体验一下 拥有小懒狗的快乐 那就可以给你的男朋友喷这个 范思哲艾罗斯香水 光这个瓶子的设置就觉得蛮有力爆棚 它的味道呢就跟名字艾罗斯一样 具体什么意思呢 我就不说了 嗯你们自己去查一下 不然呢我怕自己被卸掉 它的神宗教吞架的龙行伤 就是那种东方木制道 特有的生存静感 后调又融入了血 封三根草 不常常人不入靠近的那种 给自我男朋友撑碗的这个 我都很想直接过来他身上 简直呢就是行走 什么就很让人上瘾 像现在说了结局 但结果要到了 你就可以买来送给你的男朋友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收获小懒狗的快乐 你开心 他也开心 啊我可真是一个 新鲜的女朋友 然后呢我觉得 恋爱你的新鲜感 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看守 人生当然也不可能说要同样 再有时间看到这个饭丝酒的金钻香水 可预解可甜美 现在呢 其实那个好吃 只有像我男朋友都会打粉底了 我们女生怎么可以输呢 马上就要是李玉杰了 姐妹们怎么可以放过呢 好啦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问我 提拉为你带见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